低温末世 我不愿放前夫一家进门 女儿跟我大吵大闹 骂我心肠歹毒不配做他妈 我没有理会 狠心将他关进房间 独自赶走入侵者 入夜 女儿跟我道歉 说他只是一时被亲情迷惑口不择言 还主动揽下了首页的工作替我分忧 我以为女儿终于懂事 没想到 他却趁我睡着打开大门 不仅将前夫一家迎进庇护所 还把只穿着睡衣的我丢进冰雪天地 女儿面容争鸣 眼神像是要吃人 贱人 当初就是你执意离婚 害我们妇女分离 现在还想让我爸冻死 害我永远失去父爱 去死吧 求生欲去世下 我拼命拍打房门 喊雅儿嗓子 女儿却置入网门 迷流之际 透过暖黄的灯光 我看到他们一家其乐融融围坐在桌前 吃着我辛苦找来的食材 而我饥寒交迫 没多久就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 冻成了冰雕 寒恨而中 再睁眼 我回到末世前一周 好热啊 这什么鬼天气 女儿的抱怨声从客厅传来 我猛地睁眼 一个大跳起身 下意识做防御姿态 准备抵挡下一轮的刺骨寒风 可想象中的严寒并没有到来 反而是一股黏腻的燥热感将我包围 是梦吗 我抖着嘴唇喃喃自语 狠狠拧地把自己腰间软肉 四 好疼 不是做梦 打开窗 一股热浪喷涌而来 焦阳似火 外面的世界还没有被冰雪覆盖 一切如常 我拿起手机 2024年6月1号 赫然是末世前一周 我重生了 上辈子被背叛的愤怒 死亡的压迫感 和劫后逢生的喜悦 所有复杂的情绪夹杂在一起 化作一滴青泪 落在手背上 看着自己柔嫩光洁的双手 我正正出神 为了在厚厚的积雪中翻找食物 我的一双手早就不满冻伤和结痂 粗肿难看 直到这一刻 我才有了重生的实感 想起上一世死前的画面 我咬紧牙关 胸中燃起浓浓恨意 既然老天让我重来一次 那么这一次 伤害我的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正愣间 女儿推门而入 看到我眼角泪痕 她眼中嫌雾一闪而过 张口就是指责 妈 这么晚了还不起床做饭 怪不得我爸当初甩了你 扭头跟王阿姨双速双飞 人家王阿姨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还特意为我爸考了厨师证 你看看人家 再看看你 不是我说你 都三十多岁的人了 还当自己是青春美少女呢 女儿满脸鄙夷 你就是把那个镜子照出花 也改变不了 你是个又穷又丑 满脸皱纹黄脸婆的事实 呵 我冷哼一声 张口闭口黄脸婆 对亲妈极尽挖苦 真不愧是人渣的种 跟你爸简直是一个模子 刻出来的 都是白眼狼 女儿瞪大双眼 对我的反击十分惊讶 你说什么 我心中暗暗苦笑 也难怪她惊讶 我对她一向疼宠有加 小心呵护 从小到大一句重话 也没有过 可我这些疼爱 换来了什么 换来上辈子 她将我拒之门外 眼睁睁看我在雪地里 冻成冰雕 我不再心乱 说你呢 小白眼狼 你爸那根烂黄瓜 谁愿意要谁要 离婚是我提的 不是你爸甩了我 是我不要他 当初你爸可是像一条 哈巴狗一样 跪在我面前 求我不要走 至于你那个王阿姨 成天给你买游戏皮肤 所有你逃课 你当他是真喜欢你 别天真了 人家是想养肺 你好给他儿子让路 女儿大吼 那也比你好 他们都比你对我好 你成天就知道比我学习 给我包各种补习班 让我吃蔬菜 你不就是为了我学历高 长得好 身材好 以后好家人报答你 奶奶早就跟我说了 你就是想我长大了 好卖个高价彩礼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心里一阵发寒 我对他十几年的呵护 还抵不上他奶奶的两句挑拨 真是养不熟都白眼了 残留的最后一丝亲情 被他这几句话斩断 这女儿废了 爱怎么样怎么样吧 我不要了 见我没说话 女儿以为说中我心事 得意道 被我猜中了吧 还当我是三岁小孩呢 看着他洋洋自得兜脸 我叹了口气 给你爸打电话 让他来接你 女儿满脸不相信 你真肯放手 我点点头 不知道哪句话 刺激到他脆弱的神经 他承诺半晌 脸憋得通红冲我吼 去就去 跟着我爸 比跟着你好千倍万倍 你以后别想我给你娘了 这都什么毛病 我顺着他的意 他还不乐意 我单单瞥他一眼 提醒道 要是你爸不愿意接你 就打给你奶奶 他肯定愿意接手 回答我的是 女儿生气得嫩哼 和房间门烹的一声去想 我冷笑 真想卖女儿的可不是我 是你那个好奶奶 不过这话 我是绝对不会说出口的 我很期待他们狗咬狗 没多久 女儿声嘶力竭的质问声 就穿透门板 断断续续传入我耳中 我挠到耳朵 连着关了三道门 躲到厨房 才勉强隔绝 女儿的噪音袭击 不用听我就知道 前夫没这么容易 接手他这大麻烦 他们家重男轻女严重 在前夫眼中 女儿就是个赔钱货 离婚前愿意对他好 也是看在我挣钱养家的同时 还是他顶头上次的面子上 至于离婚后 那就纯粹是捧杀了 也就女儿自己看不明白 一心觉得 他爸是绝世好男人 错都在我 我福娥 都怪我年轻的眼狗 觉得长得好看的都是好人 没有仔细考察过人品 对女儿我问心无愧 我给了他自己能力范围内 最佑我的物质条件 最好的教育 和我完整的爱 就算发现前夫多次出轨 我也隐忍不发 咬牙等到女儿高考后再爆发 我给了我能给的全部 结果还是不如人意 可能是基因使然吧 除此之外 我找不到任何原因 急入穷相 就该及时掉头 想到上一世的惨状 我不再犹豫 回房间飞速换好衣服 拿上车要是出了门 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等着我去做 出门前 我最后看了眼女儿房间的方向 在心里默默跟上一世 付出一切的自己告别 我在一座郊区孤儿院前停下 闺蜜杨青青在门口冲我挥手 我刚跟孩子们说 树上喜鹊叽叽喳喳的 今天肯定有好事发生 这不 你来了 我一把搂住她 别贫 声线不自觉哽咽 我和杨青青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都是孤儿 这座孤儿院就是我们的家 长大后我选择结婚嫁人 另组家庭 而杨青青则在老院长去世后 独自接管了孤儿院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人 见我哭了 杨青青慌了神 忙完我是不是被谁欺负了 撸起袖子就要帮我去干架 我拦住她 将她拉进办公室 跟她讲了上辈子发生的事 我说完 杨青青沉默了很久 我以为是她不信 连忙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证据 可她却忽然抱住我 勒得我都喘不上气 好半场才开口 炎炎 一定很疼吧 我好不容易调整好的情绪 被她一句话打回原形 我血浓与水的女儿 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的感受 到头来关心我的只有杨青青 我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朋友 鼻尖泛起酸涩 可现在时间不多了 离末世只有一周 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等寒潮来袭 我们有的是时间伤感 杨青青也是个拎的青的 立马拉着我上了孤儿院 平时买东西的货车 货车是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 上面印刷了青山孤儿院五个大字 我拦住了她 青青 不行 我们不能用带着孤儿院名字的车 如果被有些人记住了 以后就是一场灾难 青青却不以为意 这有什么 你不是说低温末世 冰天雪地 人在室外待一个小时 就会失温 两个小时就冻成雕塑 放心啦 我们这是郊区 地方偏得很 方圆石里又没什么人住 就算有人知道也过不来 不会有事的 我摇摇头 不 人为了生存 是会做出很多疯狂的事情的 我们不能赌万一 上一时我也以为外面的人进不来 可是前夫一家就做到了 他们走一路抢一路 路边随处可见 都是小区民房 他们仗着人多 愣是靠着一天走半个小时路程的速度 缓慢移动到了我家 只因为我女儿发消息跟他们说 我每天会一天外出三趟寻找粮食 她不仅每天能吃到肉 还有没探用 如果让人知道 孤儿院有大批物资 后果不堪设想 杨清清觉得我太过阴谋主义 但她还是顺着我的意思 用女部将大logo盖了的岩石 这盖好后 我心里还是坠坠不安 上一时的经历让我意识到 默示里不光要预防极端天气 更要预防别有用心的人 安全问题是重中之重 我和清清一合计 决定食物等到最后三天再囤 现在天气还热 孤儿院冷酷不够 先把人给腐坏 现在要先解决安全问题 我们全副武装 直奔剑材批发市场 加厚钢板 钢管 钢结构门窗 防盗网 防爆玻璃 遮光窗帘 水泥 我们甚至还买了两根厚重的不锈钢门栓 我们还买了电网 老板很热情 询问我们是不是准备开养殖厂房野猪跑跑的 我和清清都一一应付过去了 最后还去费品收费站买了200个玻璃瓶 准备混合水泥 同我在孤儿院外围 作为第一道防线 接下来就是一些必备的大型生活用品 太阳能板 柴油发电器 煤炭 太阳能热水器 简易风力发电装置 天线 保温棉等等 虽然漠视基本用阳光 可我本着买多总比买少好的原则 这些太阳能装备 用上一个就赚了 买好之后 我们先跑了孤儿院一趟卸货 再出门就只奔超市了 孤儿院孩子多 矿泉水500箱 卫生棉500箱 男宝宝500箱 充电宝 卫生纸 毛巾 牙膏 牙刷 沐浴露 还有各种年龄阶段的衣服 鞋子 本子和笔 我看他还在网上下单一堆教材 和世界名著 看着怀里抱满的学习用品的杨清清 我仿佛回到了少年时期 我闯祸 他收尾 清清一向想的妥贴又周到 趁着他整理清单的间隙 我跑了趟药店 维生素 酒精 绑带 血压剂 血糖仪 常用抗生素 过敏药等等常备药 我都把这爱心捐赠的幌子买了20箱 等我把这些搬到车上 杨清清也从隔壁冒花鸟鱼市场 转一圈出来 他买了很多我叫不上名字的作物种子 和鸡鸭幼崽 虽然我再三强调 这些东西在极寒天气下很难存活 可清清还是执意要买 他说这是活种 是希望 我们整整跑了20趟 忙完天都黑了 杨清清有条不紊的指挥孩子们卸货 我们白天买的加固防盗门已经装上了 孤儿院人多 也不都是幼儿 半大的孩子也不少 为了省钱 平时孤儿院硬件上有什么损坏或维修 都是这些半大的孩子动手 他们在网上搜教程 慢慢琢磨 时间长了 都做得有模有样的 而我则对着手机银行发愁 这些年我虽然赚的不少 但我每个月都会给孤儿院打钱 还会定期给韩红福利院捐款 今天这一波大采购 直接把我的存款刷到了三位数 则 缺钱了 我心里想着 手上不停 把前夫的手机号从黑名单里拉了出来 找他先收点利息吧 不出我所料 刚放黑名单没三秒 前夫的电话就来了 女儿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 他声音有些远 像是在跟旁边人说话 我都说了 只要我打他肯定接 他声音离近了些 妈 是我 嗯 听到了 我淡淡应声 我的回复仿佛给了他勇气 女儿语气更加强硬 命令道 妈 你跟爸爸签个协议 每个月给爸爸两万抚养费 以后我就跟着爸爸过了 呵呵 原来人无语到极致 真的会笑 听到我笑 女儿以为我默认 在电话那头炫耀 我就说我妈最爱我 比如说两万 为了我高兴 就是二十万 两百万他也照掏不误 电话那头 响起此起彼伏的工卫声 有前夫的 有前婆婆的 还有那个小三王阿姨 我笑得更大声了 这不就是要磕睡送枕头吗 我刚还在想 怎么忽悠前夫心甘情愿掏钱 这话头就给我递来了 附和道 对对对 娇娇说的对 别说两万两百万 只要女儿高兴 一千万我也套 前夫激动不已 一千万 真的 女儿上钩了 该上套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不过你也知道 这些年女儿样样都要好的 吃得好 穿得好 上了学校 请的老师都是顶尖的 我的钱都花到她身上了 手上确实是没什么存款 不过考虑到女儿以后要跟你一起 她从小娇生惯养长大 那前方面 我肯定是不能缺了她的 我和女儿现在住的别墅 是值两千万 不光地段好还是学区房 你和小王的孩子快上高中了吧 这套房子正好对口是意中 这样吧 我打对折 一千万卖给你 婆婆尖锐的喊叫声 刺痛我耳膜 什么 还要我们出一千万 我们哪有一千万 前夫也想要说什么 但被我打断 我声音染上些愤怒 吼什么吼 一千万怎么了 我这房子挂出去 分分钟两千万上下 我拱手给你们送钱的事 还吼上我了 靠 你们愿意买我还不愿意卖呢 说着我就要挂电话 小三王阿姨的声音从对面传来 别别 你别急 我知道你是好意 他们俩没转过来弯 我劝劝 前婆婆的大嗓门直喊 劝什么劝 我看这黑心婆娘就是想骗钱 什么房子两千万 真要心疼孩子 直接送我们不就得了 还给什么钱啊 呸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白送 多大脸啊 小三也觉得婆婆说的太过 没理会她的话 压低嗓子跟那边解释 妈 老公 我刚查了 那房子现在真的值两千多万 而且还是第一提队学区房 咱们儿子住进去 就可以上失忆中了 失忆中什么概念 只要进去的孩子 等于半个脚跨进985 211了 那可是名校重本 等咱们儿子高中毕业了 咱再找个中介 把房子一挂 转手一卖 立马多赚一千多万 老公 这不比你上班 赚得那三花两早多多了 卖了房子 咱直接退休 到时候你喜欢的法拉利 买 妈你喜欢的衣服裙子 随便挑 到时候我们有空了 我还能再给你生孙子 女儿插话 他们都有 那我呢 小三敷衍道 有有有 你也有 你不是喜欢那什么明星组合吗 等房子卖了 妈送你去韩国看演唱会 只要有了钱 让明星陪你吃饭 陪你逛街都行 脚趾扣的 我这替人尴尬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好 一千万买法拉利 让顶流男团明星一起吃饭 还多生一个孩子 也是真能忽悠 秉化的比月亮都圆 小三好说歹说 终于说服了三人 敲定了明天上午在房子里相聊 我皱眉 反驳道 不用了 明天上午直接去房产局办过户 啊 明天 是不是太快了 一千万也不是小数目 我们也没这么快能凑齐 一行贷款也要些时间 我强势打断 怎么不够了 你婆婆老家去年拆迁 可是分了足足九百万 再加上你老公跟我离婚 分走了一百万 一千万不多不少 刚刚好 电话那头安静了 转而是两个女人的破口大骂 许健安 好啊你 老家拆迁了不告诉我 连和这个老不死的防着我是吧 吵什么吵 我家拆迁 和你这个外姓人有什么关系 啊 不出我所料 前夫果然满下个拆迁的事 没关系是吧 我打死你这个老不死的东西 疼 好啊 你个小贱货 下三落的东西 敢拿花瓶砸我 我让我儿子修了你 砸东西声 叫骂声瓷器笔伏 我听得津津有味 后悔自己 怎么没提前抓把瓜子揣都里 一阵吵闹后 电话终于回到前夫手上 他软了语调 讨好道 言言 都是为了孩子 你不能一口气 你把我妈的棺材板掏空吧 这样对孩子也不好 我没好气道 要不是考虑孩子 谁愿意搭理你 前夫陪孝 是是是 都是为了我们的女儿 我忍着恶心 也跟他软了语气 女儿非要跟着你 我也没办法 这房子女儿住惯了 要不是怕他到你那不习惯 我才不愿意买给你 既然你都把女儿搬出来了 那就后天 给你们一天时间筹钱足够了 后天一大早 我们去办房产 过户手续 不等那边回答 我干脆利落地挂了电话 退迟一天也好 正好给我留时间 收拾收拾行李 活动活动三丈的肩膀 我拐走了 刚安排好物资摆放的杨青青 女儿手上有钥匙 保不齐前夫一家 明天天一亮就往房子里搬 我得赶紧把家里所有棉被 棉袄 窗帘等 一切可以预寒的东西搬走 免得夜长梦多 六天后 寒潮来袭 他们能在左家找到一块布 一口吃的 算我输 倒计时第五天 意料之外 前夫一家居然没有提前搬家 可能忙得筹钱去了吧 真好 又给我创造了搞不坏的时间 我立马加钱 找装修师傅上门 热水器空调全拆了 窗帘地毯都拿走 什么瓷砖 地板通通不留 马桶淋浴 烟机造具橱柜 能卸的我全带走 带不走的也全砸了 至于女儿的名牌礼服 名牌包 名贵手势等 我联系了个二手上门回收 打包卖了 柔软的沙发 换成了路边随手捡的木墩子 主胶床垫筒筒搬走 只留金属床架子 主打的就是寒潮来袭 让他们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取暖 就连窗门大门我都砸了 当然砸了尺多掌握很好 都是官不严实 倒也不至于不能使用的程度 顶多就是有点漏风 沙发和床虽然不像样 但我也给他们留了替代品 他们顶多把垃圾清理出去 以前婆婆的尿性 在刚花了一大笔钱的情况下 她肯定不愿意再花钱换新的 我唇脚微钩 这几天天气炎热 漏风不是大事 可寒潮来袭后 随便一阵刚风就能要人性命 我擦擦额头上的汗珠 为了让他们冻死在寒潮中 我也是拼了 最后我掏出在电脑城 花大价钱买的针孔摄像头 密密麻麻装在房间各个角落 为方便日后围观他们的惨状 忙完这一切 我盘腿坐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叹了口气 哎 我还是太善良 还给他们留了水电煤气 倒计14天 前夫一家带着女儿 准时出现在房产局过户窗口前 虽然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伤 但他们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我撇撇嘴 这是还做着一本万里的春秋大梦呢 梦吧 反正这梦也做了几天了 前到战后 手续很快办好 小三故意挽着女儿的手 在我面前心心做态 言言谨你放心 你为孩子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我看放心是假 对我上眼要是真 女儿伸手擦去她眼角泪珠 你在她身旁撒娇 妈你不用为了我向她低头的 说吧 她怒视我 还不跟我妈妈道歉 一点眼力嫁也没有 难怪我爸不要你 小三挺了挺 胸膛在众人看不到的角度 冲我弯了嘴角 还是这一套说辞 合着之前在家的话 她是一句没听进去啊 被前夫那种男人要是什么很光彩的是吗 则 不光智商低 还记性差 幸好抚养全转让了 有些人 养过她 都跟有钱科一样 哎 本来我还想留点余地 给他们手上多少点钱 即如此 也不用留什么颜面了 我伸手摇头发 暗暗翻了白眼 随后整理好表情 捂着心口 暗自神伤 像极了一个疼爱女儿 却惨遭抛弃 哽咽到说不出话的软弱母亲 我拿出车钥匙 健安 你也知道 我们男男习惯的坐好车 你的小电驴 她怕是坐不习惯 许健安脸黑了 狠狠弯了一眼女儿 女儿却沉迷安慰她的小三妈妈 浑然未觉 我故作体贴 我这辆大剧 落地两三百万 也半价 一百五十万卖给你了 许健安这个人 爱面子又喜欢装 生平最爱好车 她心动了 三姐急了 想玩 可我事实加上一句 不过你要是没钱就算了 小电驴也挺好的 很配你 许健安男人的自尊 对自己的彻底 价都没跟我讲一句 马溜的给我打钱办了过虎 值得一提的是 许健安给我打款分了三次 一张他自己的银行卡 一张他妈的退休工资卡 还有一张小三的家装卡 用女人的家装补贴亏空 简直刷新了 我对渣男认知的下线 我心中暗暗庆幸 得亏离得早 这一波 前夫一家的家底 算是被掏空了 目送他们一家人 开走我的大G 我面上伤心 心里却默默盘算着 刚到账这一千一百五十万怎么花 重生这几天 我都过得太紧动了 忙着囤货加固房屋 都没正经吃顿饭 要不等会儿 约上青青去吃顿火锅 逛逛街 再买一辆雪地摩托车 越想越开心 数着银行卡上 上一串铃 我刺这个大牙嘎嘎乐 感谢前夫哥送来的不急 哈哈 倒计时第三天 天气还是热得不行 不具备储存大量食物的条件 带着前夫赞助的一千万 我拉着青青扫荡 各大户服品专柜 各种瓶瓶罐罐 爽肤水 精华液 面膜 手膜 发膜 直接按金屯 青青一开始还嫌弃我乱花钱 劝我把钱都花在刀刃上 等明后两天屯吃的 夺的是花钱的地方 直到我给他看了银行卡余额 他高喊狗大户 依然加入了我买买买大军 就算是漠视 人也要过得体面点嘛 咱有这个条件倒计时第二天 昨晚下了长雨 气温骤降二十度 但大家只当是正常的梅雨天气 没有人在意 而我和杨青青对视一眼 看到对方眼中都是划不开的民众 我打开手机 给所有朋友群发消息 提醒他们天气异常 尽量多腾点食物和饱满用品 随后开启飞行模式 不回复任何询问的消息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在漠视独善其身 尚且用尽全力 这是我能做到的为数不多的善举 其余的就交给命运吧 我们赶紧开上公儿院的货车 分头行动 开始囤积漠视生存最重要的资源食物 为了抢夺时间 这次我们还带上几个较大的孩子 这几天在杨青青的耳提念命 再三教导下 孩子们虽然半信半疑 却还是选择听从院长的话 对囤货的是保密 并且给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虽然气温大幅度降低 可温度计上显示还是有12度 所以今天我们选择购买一些 对温度要求不高容易储藏的食物 大米 石油油 小麦粉 鸡蛋 调味料 方便面 压缩饼干 巧克力 自热火锅 薯片 虾条 糖果 面包等素食产品 倒计时最后一天 大批量储存食物的时候到了 气温已经下降到零下 网络上也出现一些恐慌的声音 不过更多的是辟谣 辟谣贴被网友大肆推崇 这搜索上十条有九条 都是某某专家劝大家稳住心态 不要被谣言牵着鼻子走 人们总愿意相信对自己有利的言论 但只有我知道 关于漠视的预言是真的 我们给大货车安上防滑链 直冲冷冻市场 猪头 鸡肉 牛肉 羊肉 海鲜 各种鱼类 还有速冻半成品 速冻饺子 速冻包子等等 只要是我们眼前能看到的 基本都被扫当空了 囤好冻肉 我们又去了生鲜区 各种蔬菜瓜果都被搬上我们的大货车 买得再多都不怕放坏 马上地球就会变成一个天然冰箱 零下40度的气温 用来保鲜在核实不过 一辆大货车来来回回家的十几趟友 直到用完我和清清银行卡里的所有钱才停下 我们锁死过院大门 给房子套上保温膜 开启所有取暖设备 我和清清捧了一杯热乎乎的奶茶 像小时候一样躲进被窝说悄悄话 孩子们在小教室里读书 稚嫩又青涩 窗外风雨飘摇 而我们岁月静好 一觉睡醒 空调已经停止运行 我从被窝里伸出手臂 试探温度 我常呼一口气 还好 有点凉 但也不是不能接受 我窗户已经结冰了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推开 杨清清端来一碗热乎的馄饨 你醒了 吃早饭吧 我早上起来调的馅 鸡菜猪肉的 我接过 一口咬开 鸡菜的鲜甜 搭配上醉厚的猪肉粒 配上黑胡椒调味 美味在唇齿间荡漾 顾不上说话 满满一碗胡椒下肚 我幸福的眼睛直眯 和杨清清这个厨艺高手 一起度过末日 是我这辈子 做过最最正确的决定 嘿嘿 真香 吃饱喝足 清清去给过外院的孩子们上课 而我则打开了 关了两天的手机 大部分是朋友们发来的 感谢短信 未接来电九九家 都是女儿一个人打的 至于为什么没有前夫和前婆婆的 哦 拿到钱的一瞬间 我就把他们拉黑了 我点掉未接来电 也没有回复消息 转而打开了提前安装的监控 前夫一家五口 是四天前下午到的 个个笑得开怀 边走边盘算自己住哪个房间 那个地方的摆设 要换新的 只有女儿闷闷不乐 跟他后面大声争辩 主卧带阳台的房间是我的 花园里的玫瑰 是我特意从德国带回来的种子 不能挖了种地 不过没人理他就对了 看表情 当属三姐笑得最开心 笑吧笑吧 反正也笑不了两步了 房子从外表看 和之前没有什么两样 但那里钱坤可就大了 我撕开一包番茄味薯片 边吃边看 三姐破口大骂 连忙翠前夫给我打电话 一连打了八个 都是无人接听 嘿嘿 再次为自己拉黑前夫的 机智行为点赞 女儿冷眼旁观 她现在也品出味了 对三姐的态度不再热络 意识到打不通我电话后 三人在门口又是一通大骂 打电话给开锁师傅 人家也表示无能为力后 他们只好用蛮力 强行打开大门 我心里不要紧张起来 手上地鼠片的动作 都不自觉加快了 来了来了 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来了 打开门后 五人对着空荡荡的家傻眼了 刚刚最开心的是三姐 现在最受刺激的还是她 她发疯般巡视完所有房间 双脚一软 晕了 女儿骂了句活该 跨过她 抬脚走向自己卧室 我立马调低音量 随后 一声杀猪般的惨叫 从女儿房间传出 我的明星海报 我的爱豆等身手办 我的定制礼服 明牌包 啊 贱人 我要杀了你 她红着眼 疯狂拨我的电话 也不管我接没接 嘴上骂咧咧 不甘不敬 状态不比开晕了 的王妈妈好多少 对女儿的反应 我心里已经没有多少伤感了 心中止于快意 我正奇怪 怎么没有看到 前夫和前婆婆的身影 将监控视角切换到客厅 好家伙 两人正围在小三身边踹个不停 脚上踹着 嘴上也没闲着 不怪你窜夺我们 买了这个破房子 还说什么买到就是赚到 靠这房子一夜暴富 瞬间退休 你也不想想 林严这个小贱人能这么好心 他恨我们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给我们占便宜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就算我把装修都砸了 这房子还值两千万呢 这怎么不算占便宜呢 只不过 马上金钱变得没有意义了而已 突然 许建安停止了动作 没多久前婆婆也停下了 两人一起退后 露出全缩在地上 生下一片的鲜红的三姐 四 这是有产啊 更要命的是 刚刚被派出去接班家队的徐小果 带着班运师傅们进来了 徐小果双眼吃红 推开两人大喊 妈 两人瞬间慌了神 许建安先发制人 开口就是推脱责任 妈 你怎么能冲你洗脱肚子踢 前婆婆刚想反驳 在台头看到徐小果仇恨的眼神 和拿着手机正准备报警的班家师傅时 选择沉默 看到这里 我也沉默了 作为曾经的慈母 我很明白前婆婆在想什么 她无非是想牺牲自己宝儿子 许建安以为尘埃落定 暗暗松了口气 可下一瞬 她的心又提到嗓子眼 因为女儿从房间走了出来 她一字一顿 语气坚定 我是奶奶 我看到了 许建安威胁道 小孩子家家的 我一下说 女儿置入网门 继续道 是妈妈自己摔的 至此 许建安的一颗心 才彻底放回肚子里 她靠着这套说辞 打发了走班家工人 又用一套游戏机 收买了徐小果 至于地上躺着的三姐 从头到尾都没人看她一眼 还是她自己疼醒 打车去的医院 生命力相当顽强 我心头一阵发寒 女儿刚刚作证时的笑容 我再熟悉不过 她每次短暂向我低头 都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随后就会给我带来 更大的伤害 害死我那次 她也是这个表情 上一世 也就是我亲妈滤镜太重 才忽略了这些细节 许建安什么都不知道 还以为女儿是帮她 拍着她肩膀直夸 说自己生了好姑娘 M 这很难评 只能说 她自求多福吧 因为三姐被她们 殴打至流产 吓到班家师傅的缘故 她们的东西并没有班权 只带了些贴身换洗衣物 众人的注意力 也在收拾家里被砸坏的 各种家具家电上 再加上现在是夏天 天气炎热 并没有人提出 要回去拿冬天的衣服被入 前婆婆倒是提了两次 要回去拿厨具做饭 可都被许建安用 现在外卖多方便啊 好吃又便宜 你有这个时间 不如多铺几块砖 没理由挡了回去 是的 她们果然没有买新的家具 而是买了包水泥 打算把我留在那边的碎瓷砖 重新铺上 美名其约破碎感装修 我嘴角直抽 这也算意外之喜了 我等不及了 直接三十二倍速观看 我忍不住想看他们 在寒潮下有多绝望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好一场大戏 最先爆发的是三姐 她刚有产 身子又弱 受不了严寒 在寒潮全面爆发的前一天 她就非闹着 要许建安买空调 回去拿厚衣服和毯子 许建安本来是 有去拿衣服的想法的 可她向来是个好意物老的 有什么事 从来不愿意自己动手 更何况是冒着零下几度的天气 只穿短裤和背心 穿越半个城市去拿行李 她早就和亲妈商量好 准备指示女儿和三姐跑一趟 可三姐这一闹 直接把她脾气闹上来了 吵到最后 她干脆搬了个树墩子 坐在门口 死守着门 谁都不让走 就在家里死扛着 而女儿围着不知道 从哪找到的条毯子 全坐在杂物间角落里 一言不发 对了 值得一提的是 女儿的主卧被让给了许建安 书房让给了许小果 秦房被分配给了前婆婆 其实家里还有几间空着的客房 可架不住前婆婆 一口一个赔钱或骂着 死活不愿意给她住 争论再三 原本的杂物间 就变成了女儿的房间 女儿表情从奋斗到平静 给我打电话的频率 也逐渐降低 作为她亲妈 我知道 她这是要憋个大档 许建安驴脾气上来了 一堵就是一整天 直到窗外下起 额蛋大的冰雹 才知道慌 她赶紧拿上车要是出门 可不到十分钟 她就灰溜溜地跑了回来 回来拎起女儿的头发 对着她就是一顿猛衫 贱人 你把我轮胎放弃就算了 还把油箱都戳漏了 你想害死老子 女儿还想狡辩 却被许建安一巴掌打了回去 你当车在记录仪 是吃干饭的 你干了什么都录下来了 蠢货 还狡辩 小婊子 和你那个害人精的妈一样下践 我打死你 这这这 确实是憋得大的 可蠢也是真的蠢 连行车记录仪也不删 许建国可不是我 会包容她一切过失 女儿还觉得十分委屈 耿着脖子争辩 戳了就戳了 放了就放了 我可是你女儿 你怎么能打我 许建安嘲笑道 我可不是你妈的一个蠢货 一天到晚的跟你讲大道理 老子的拳头就是道理 你是老子的种 既然跟了老子 端老子的碗 就要扶老子的管 她一巴掌连的一巴掌 隔着监控都能看到 女儿侧脸肿起的弧度 打完还抢走了她的破毯子 女儿穿着短袖短裤 杨躺在地板上 分不清是晕了还是醒着 直到这时我才看清 她整张脸血肉模糊 眼角到耳垂都是破口 我闭了闭眼 不忍再看 倒不是对她还有感情 而是出于一个正常人 对生命该有的怜悯和敬畏心 车被破坏 许建安只能裹着 从女儿身上抢下来的破毯子 坐在树墩上 不停刷新打车软件 起到有好心思机接单 可天气实在恶劣 额蛋大的冰雹不是开玩笑的 人家网约车司机是打工 又不是特工 许建安还不肯加钱 足足蹲了五个小时 没打到车后 她悟了 开始给我打电话 对着智能语音回复 疯狂输出 则破防难 撕啊 我撕开第二包薯片 烧烤味的 吃多了有点干吧 下午让清清给炖个小掉力汤吧 许建安一拖再拖 一直拖到地上的鸡血 有半人高 温度稳定在零下40度以下 家里没有食物 也没有预寒衣物 我以为他们会很快 死在寒潮下 可我没想到 人还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一开始 她向小区物业和住户求助 拿到了几件棉袄 和少量食物 可后来 寒潮汹涌 大家都以自保为主 不愿意再提供帮助 生存危机下 许建安暴露了本信 她仗着性别优势 迅速和刚初中毕业的儿子 许小果建立同盟 抢走了女儿和三姐 除内意外的所有义物 只有钱婆婆保住了遮羞布 那条毯子和邻居提供的棉袄 也只有她和许小果 拥有绝对使用权 她定下许家末世生存守则 守则规定 女儿和三姐每天必须外出 找回足够一家人吃的食物 才能拥有穿衣服的权利 至于钱婆婆 拖着60多岁高龄也要外出 她负责收集燃料和炊具 回家后烹饪一家人的食物 而她和儿子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什么都不用干 女人们要向奴隶般侍奉作用 三人都不同意 被打一顿后 他们又愿意了 这样的平衡只持续了几天 在女儿和钱婆婆两人 发现三姐被冻死在路上后 就打死一个愿意出去了 可他们两个人也只挨了半天 在零下40度的天气里 没有约寒的衣物 难受程度不亚于毒打 他们和许健安谈条件 出去可以 棉袄要分他们一人一件 许健安同意了 然后挑了最薄的两件递给两人 可这次出门 他们两都没有再回来 等一夜没有消息 看着四处落风的别墅 和消耗殆尽的食物 许健安跟上一时想到了一样的主意 纠缠雀巢 取而代之 他现在想去群里的试探一圈 最终选定了一家常年在国外的人家 正准备出门时 碰到了外出归家的女儿 可他带回来的不止一个人 一群脏兮兮 穿着破烂的乞丐 扛着狼头鱼灌而入 许健安 许小果被绑住手脚 发光鹰雾 丢进院子里活活冻死 本来他们可以得个痛快 可这个死法是女儿提出的 和我上辈子的死法一模一样 甚至 女儿的表情都是如出一辙的争鸣恐怖 重生以来一直困惑我的问题得到解答 原来根本不存在什么 天生亲近爸爸 不喜欢妈妈 都是借口 在女儿的世界里 只有顺他者仓 逆他者亡 我鞭策他 好好学习考名牌大学就是束缚 让他吃低热量食物 保持身材就是丫头 相反的 他爸爸带他逃课 去游乐园吃炸鸡 就是解放天性 他觉得我会一辈子管束他 而他爸爸则会一辈子浇灌 所以上辈子 他爸被我早点死 换他爸带他 而这辈子 逆着他的人变成了他爸爸 他也会毫不犹豫 痛下杀手 可他不知道的是 逆水者抓住的浮沫 又岂知不会将他 带进另一重深渊 不出所料 当晚那些流浪汉 就定下了新的家规 比许建安制定 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食物炼低端的女儿 结局可想而知 我以为他会选择顺从 可没想到 在最后关头 他从衣兜里拿出一小瓶汽油 托向所有仕途 靠近他的人 然后捧的一声点燃 像一场绚丽的烟火 烈火灼烧在他周围 他却丝毫没有要跑的意思 在我惊讶的目光中 他拿出只剩一格电的手机 拨通了我的电话 我既没有接通 也没有挂断 像之前无数次那样 直到智能铃声响到最后一刻 自动跳出 我没有再看的欲望 关上手机 到教室里 挑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听轻轻讲课 一滴泪落在课本上 阴晕了书液 酸涩又滚烫 我抬手擦掉 刺辣燃烧的壁炉 伴着朗朗读书声 这才是我的将来 往日暗沉不可追 来日之路光明灿烂 不 我收回灿烂这句话 在我连续七天 日夜颠倒狂追苦情剧 哭肿双眼后 轻轻没收了我的手机 并把我打发到后院大棚养鸡种菜 呜 还我手机 我要追剧 一周后 大棚里的菜种奇迹般发芽了 两周后 买回来的半大鸡宰下了第一个蛋 小鹅仔也都退去绒毛 顺利长大了 别问鸭子去哪了 笨就是熟了 在我肚子里 生日那天 公园院的孩子们 亲手给我做了蛋糕 他们养着脸叫我妈妈 笑容稚嫩去真挚 心里空缺的那一块 被爱与关心渐渐填满 我和清清会带着孩子们 好好生活下去 等待末世结束 迎接新世界到来